大家好,欢迎收看生活小猫是安姐 说到牛奶我们再熟悉不过了 但是这个牛奶是早上喝好还是晚上喝好呢 很多人到现在都不清楚 赶紧跟视频起来了解一下吧 喝牛奶也是有讲究的 有些人觉得牛奶应该早上喝 可以补充营养的效果 使我们精力充沛 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 不过还有人觉得牛奶应该晚上喝好 可以起到帮助我们睡眠的效果 提高我们的睡眠质量 其实喝牛奶也要看时间 那么早上喝晚上喝有什么不同呢 其实啊早上喝牛奶和晚上喝牛奶 其实都是喝牛奶比较适宜的时间 不过对于一些特殊的人来说 最合适的喝牛奶时间就不一样了 对于上班族和学生来说 早上喝牛奶更好一些 主要是因为睡觉的身体器官休息时间 通常会休息8个小时左右 这时候晚餐摄入的食物已经被完全消化 所以在早上醒来之后 可能会出现比较饥饿 因此早上喝牛奶是非常好 更容易消化 营养物质更容易被身体吸收 那么如果晚上喝牛奶的话 更适合正在减肥 存在熬夜失眠等情况的人 为什么晚上喝牛奶适合正减肥的人呢 相信不少现在年轻人呀 睡觉都比较晚 原因就是为了多玩一会儿手机 那么要快睡觉的时候食物已经消化完 这时候如果选择吃东西的话 那就是减肥失败 所以在晚上这个时候喝一杯牛奶 那是再合适不过了 因为牛奶的热量很少 所以喝它完全不用担心增肥 另外喝奶也是有时间段的 通常是饭前半小时喝一杯牛奶 效果最好 因为这个时间段喝牛奶可以增加饱腹感 减少食物的摄入量 避免暴饮暴食的情况出现 而且在吃饭之前肠胃没有需要消化的食物 此时喝牛奶消化速度是非常快的 而且吸收很好 所以可以很有效的吸收牛奶中的营养物质 对身体来说是有很大的益处哦 除此之外 早上很多朋友都是喝一杯牛奶 不吃其他的食物 但是这样是错误的做法 空腹喝牛奶会使牛奶在胃内停留的时间过短 从而导致营养元素流失 因此早上喝牛奶的时候应该和食物一同食用 而且要喝温牛奶效果最好哦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喝牛奶的小常食大家有所了解了吗 看完视频 赶紧分享给朋友和家人 让更多人知道 我们下期再见